各位好 我是卡路斯 在過去的影片中 卡路斯不多不少一定會教大家 如何用噴油 因為在我以前教大家做的集合作 例如小吉他這類樂器之中 我們一定要用噴油來噴色塘 所以如何噴得好 噴得光滑 噴得完全的方法 大家應該都會懂得 而噴油的選擇都會有很多種 包括有普通在日本買到的噴油 不是細細觀 專用在無言的噴油等等 而更由於科技日生月熱 現在你在不同程度買到噴油的種類 越來越多 今天卡路斯剛剛買到這張 叫做Prodmium Plating 即是倒落的不鏽鋼噴漆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效果 大家千萬別走開 我們從小讀功科的朋友 一定用過很多類型噴油 而在五金鋪 常見的牌子 都是我手上這一兩種 你看到我手上這支 寫著Metalic Gold 大家應該明白 金色、銀色這些不是一種顏色 因此製造這種噴漆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漆油裡面 混入了一些金屬的碎線 指這種配方噴出來 是不是真的有金屬感覺 真是見仁見智 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講過現在科技日新月兒 如果我們再在橙色網站上面打 倒落的噴漆 又會有些什麼選擇呢? 你會見到一些最普通的銀粉漆 也都會見到一些自動噴漆 嘩! 說到很厲害的 極具鏡面效果 倒落自動噴漆 亮核眼 一般幾十元瓶 多不勝數 最後我就選了這一款 最便宜的了 十幾元瓶 它說到天花龍鳳得是假的 最重要是看一下它影片的示範 看下去噴完又好像是挺漂亮的 不要相信 這些是掩眼法 但是講開又講 十幾元瓶 你不買瓶回來試試 你又怎知道不行? 於是我重金投資了15.9 做一個試驗 你看到罐上面寫著倒落 意思是它誇讚自己噴完之後 有Clogmium Plating 的效果 一般噴漆使用前搖勻它就是常識 由於第一次用 我還是要看真點它的產品特性和使用方法 你看到使用的方法 都是一般的常識 搖勻兩分鐘 建議噴三層 每層之間相隔五至十分鐘 以至於用不完罐油 要反轉瓶噴三秒鐘 然後才收起來 避免下次用噴嘴阻塞 這些都是使用噴漆的基本常識 要達到鏡面的效果 首先你的施工物 必須要是平面 絕沒有理由 找一塊粒粒粒粒的工件 噴完之後達不到鏡面的效果 要求退貨的 我們跟足指示搖勻兩分鐘 然後噴上第一層 等了幾分鐘之後 發覺效果已經不錯 於是就用相同的方法 噴上第二層和第三層 乾了之後拿上手看看 確實很漂亮 當然說到用來可以照鏡就太誇張了 但這種反光效果 確實以前的金屬噴漆是做不到的 簡短的講解和示範 我想大家都會明白了 如何利用我們手上這支 Prodmium Plating 的噴漆 去做一些加上修修捕捕的噴漆工作 雖然它的效果不能達到 像拋光了的金屬一樣有鏡面的顯示 但我認為一張幾十溫的噴漆 能夠做到這樣的效果 都算是不錯 那究竟這支噴漆 可以有什麼實際用途 如果大家有關注卡洛斯的影片 應該記得我上一次 就用了鋼素套 去修補了我的車的泵把 修補完之後 我用水磨砂子 都散到相當滑正的了 但是這樣的顏色 就自然很難看 是不是 既然買了一支這樣的杜洛的噴漆 我們不妨噴上去試一下 要局部噴好這些地方 當然要用上皺紋膠紙來做遮蓋 但是使用噴漆 噴到的範圍是相當大的 所以我們再用一些紙張 遮蓋其他都會噴到的地方 遮蓋好之後 我們就開始施工了 噴完一層之後 等五分鐘至十分鐘 又可以噴另外一層 你想效果好 其實噴多幾層是無所謂的 噴完這麼多層之後 相信大家都想見到 乾了之後 效果究竟是怎樣 好了 撕走遮蓋的紙張 出來見人 叫做員工了 你說很漂亮當然不能說 因為基於我這條泵板 本身真的是電鍋 噴油怎麼能夠跟電鍋相比 再加上我原本的鋼素土的打磨 亦都不是十分平滑 能夠做到這樣的效果 我已經非常滿意 如果有心機 用水磨砂打磨一下 再打一層車立 我相信效果一定會更加好的 好了 經過了今天的講解和示範 大家應該對於這種 平常我們較為少 在市面上見到的 Promium Plating的噴漆 效果和操作方法 有更加多的認識 當然它的效果未必達到 我們心目中想到的 好像電鍋的效果 但在我們設計和製作 粉絲和拋光的時候 多一種噴漆的選擇 始終都是好事 今天我們分享到這裡為止 我是卡律師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訂閱和讚和分享出去 再見